很開心,我喜歡時機,小小弄到頭 還有我為了這個Dyson的Airwrap 我決定 Hello,大家好,我是馬友 那現在這一刻,我家裡的settings 拍片的地方還未佈置好 但今天就趕著要拍這條片 還要濕著頭,濕滴滴地拍 為什麼呢?因為我要review一件事 而這件事是令到整個beauty界 為它而瘋狂瘋狂瘋狂 削味的一個product 而我就是其中一個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呢? 在這個title上也知道,怎會不知道 就是 Dyson的Airwrap 只是出了差不多短短的一星期 但在網上我已經看到無窮無盡的人說它 有些就讚到它好像最厲害的捲髮器 有些就踩到它超級一文不值的捲髮器 那我實在看了太多review了 而這一盒是我的朋友,我的friend 我現在只是借了它來玩了幾天 而且我自己已經玩了三天了 所以我就要拍一個影片告訴大家 我自己真實的感受給大家知道 而且我為了這個Dyson的Airwrap 我決定開一個新的系列 就叫做認真呢 認真呢? 認真呢? 沒錯,就是認真呢 所以這個認真呢的系列就是講一些 哇,為什麼有這樣的產品 無論是好和不好也好 都會在這個系列裡面發生的 那認真呢的系列呢 就會是全條片都基於說過一個產品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產品 想我很精緻地說的話 你們就可以留言告訴我 這個認真呢的系列呢 有什麼東西可以提議給我 review給大家 那這個Dyson的Airwrap 香港有兩個version 那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它的東西是一樣的 但是只是頭部不同而已 那譬如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呢 有五個頭 五個頭 那大家看到呢 這一盒呢 有四個頭 看到嗎? 四個頭 那這四個頭的版本呢 就是三千九百多元 而有一個呢 是七個頭的 那那個就是個complete set complete set是四千二百多元的 那這一盒呢 就是在尖沙咀的Faces 我和朋友一起買的 當時想買complete set的 但是就買了 所以就買了這個set 我就拿出來用 我真的求求他 他幫我用幾天先 我好想試一下好不好用 那好啦 所以這一盒東西呢 現在這一盒 就在我手上 大家要問為什麼 有條毛巾圍住了我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剛剛染完頭髮 那我又穿著白色衣服 我很怕藍色的衣服 所以我就先沾著毛巾 就是這個原因 好啦 我們開了 unbox了 那我已經開過了 我特地不是要套一下 把這個箱子放在裡面 讓大家一起説 Prop 好啦 我們開箱啦 咦 噔噔噔噔噔噔噔 大家一齊看看這盒東西 這一個真皮 非常之漂亮的一個盒子 而且最美的是 它有個d條的stitching 在那邊 好像Hermes 簡直就是沒有盒子 牌場已經贏了 OK 好啦…打開它 噔噔噔 打開了有說明書 還有這塊墊 這塊墊就被你墊著這個盒子 第一層打開了 那五個頭 連這個 那五個頭和這支棍 就在這裡了 首先我第一個評論我自己的感覺 其實這個尺寸是真的蠻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和風筒比 它是比Daisen的風筒更加長的 更加粗的 少許鵝蛋型的感覺 我就想試用給大家 它剛才說了有四款不同的頭 第一款就是風筒頭 這個風筒頭就像Daisen的風筒 它的風力是不弱的 這支棍子裡的風度和吹的力 可以有三個級別的 但它最大的級別 大概是這個第二格的力 大家如果用開都知道它有三格的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到嗎? 簡直在開演唱會 就是這樣啊大哥 其實它對我男生或短頭髮的女生來說 它很容易吹得乾的 但如果你有超大的頭髮的話 就應該不可以靠這個風筒 另外一個頭就是比較幼的卷 這個卷大家上面會看到有一個箭嘴 看到嗎? 它有兩支給你 一支是這個方向 另一支是相反方向 這支其中一個最偉大的發明 你看到一個方向 其實它可以把你的頭髮捲進去這個方向 順著這個方向去 那譬如說像這一支 它是這樣捲 那你的頭髮會這樣捲 可能很多時候 你會想這一邊是這樣捲 另一邊是捲的 所以它就給你另一邊的風向 你的頭髮 其實它的粗是一樣的 那你吹的時候 就可以平均在兩個不同的Dimension 這樣捲發 明白嗎? 那另外這個頭髮 就有一個 粗一點的版本 就是如果大家想做一些大一點的捲 就可以用 比起一般的Tons來講 這個會算是最粗 這個會算是中Size 第四個頭 就是這個頭 還有這支是怎樣轉換的頭呢? 就是它這裡會有一個按鈕 那你只要拉一下 那你拿起 抽起 就會脫掉了 非常之簡單 就是這樣 那這個頭 就是給我硬一點頭髮用的 一個吹順的頭 給我來說 我日常會用得最多 因為我為什麼對這個GADGET 這麼興奮 是因為我其實是極度 不懂得做頭髮的 我的影片一提頭 就亂到媽媽都不能 要不就很整齊 我從來都不懂得自己做頭 那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產品 可以拯救我這個 整頭白癡的人 所以我就很興奮 因為呢 就這樣可以吹直的頭 吹順它 就可以搞定了 如果吹乾了的話 我頭是很多髮型 那個長度很尷尬 經常都出不了門 那所以這個 我對這件事 非常之有興趣 那就入正題了 大家記住 用這個產品的時候 一定要濕 為什麼呢 因為它呢 其實是一個封筒 絕對不是一個Tons 只不過可以吹捲你的頭髮的封筒 沒錯 它的確是會沒有那麼雙頭髮的 亦都會令到你的頭髮有健康一點的 因為用Tons夾 其實是容易一點雙頭髮 而且因為Tons用鐵 所有夾 很容易夾到一個狠的 譬如說 你夾Tons的時候 你會有條巴 你會有條巴 這樣夾著 那其實這條巴也是很熱的 那這條巴 很多時候你夾頭髮的時候 你角度一歪一點點 其實它是會有條痕在 那它那種彎 就沒有那麼自然的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 對彎頭髮嚴謹一點的一個 一個見解 有些人就會問 那用這個呢 會不會吹完之後呢 那個彎 不能留很久 那其中一個 這個發明 我覺得非常好的功能 就是像你吃公仔麵一樣 過冷河一樣 為什麼過完冷河之後 麵會脆一點 一樣的道理 我猜 我猜 你用完熱風 夾個彎之後呢 你加個冷風的話 那個彎就會更加滑 正 靚 順 還有會更加彎的 那這個呢 它有一個很好的功能就是 你開機 開機 那你夾 夾 然後呢 你可以按緊這個按鈕 按緊上去 但是呢 你可以這樣拍下去 你拍完之後 它會掉下來的 定在上面那一格的時候 那個風就會變成凍風 你設定好那個彎 可能等一陣子之後呢 你按緊那個按鈕呢 它就會 只會出凍風 那它就可以令到你的彎 更加滑 和順 所以這條片呢 終於都是想說那個 Air Wrap 不是想說有沒有產品 那一個自己的 一點點心得就是呢 我會用Air Wrap之前呢 噴一點 就是Heat Protection 那我就是用這一支 的Heat Protection 那我噴這個呢 都是想幫頭髮打底的 那我拍片已經拍了十幾分鐘啦 那我平時呢 我就會用這個頭呢 就先吹一點點乾的頭 我現在要示範給大家看呢 好像我這個長度 或者是男生 或者是頭髮比較短一點的女生 怎樣去用這個Wrap 我用的方法呢 女生做一個大圈的頭髮 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當然沒有那麼多頭髮 去做那個效果給大家看 那我在這裡呢 就是想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是這個長度 或者是 可能是shoulder length 的髮型的女生 是怎樣去用這個產品 我覺得是最好的 那之後呢 我就會換頭 我就會換 幼少少的這個軟的頭 在開始之前呢 我教了大家 如果你是長頭髮的話 是怎樣用的 你只要開了這個Wrap 它有個風在吹 你呢 要拿起一支頭髮 當這個是你把頭髮 長頭髮 你呢 大概離開頭髮 一吋左右 在這個位置 拿起頭髮 然後把棍呢 放在下面這個位置 它就會 捲上去 聽話好像很簡單 但是我看那些YouTube影片呢 我看了三十條影片呢 我想有二十八個人呢 都是呢 一來就 怎麼用的怎麼用的 放上去 然後那些頭髮呢 就捲得很messy 很亂的 很難用的 然後呢 我就越看越猛 這個是一個超重要的trick 所以如果你們將來 打算入手 或者打算試 或者怎樣都好 你記住這個 OK 那我呢 怎麼用呢 我就是這樣用的 然後呢 大概打算了十秒 我就會把我剛才的凍風道理加上去 我現在呢 就按住凍風 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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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就會放手了 3 2 1 然後呢 因為我頭髮很短的關係呢 我可以直接呢 拿這個air wrap呢 將我剛才說的 長頭髮的道理呢 一樣 但是呢 我就不用拿起撿頭髮 比我這些短頭髮的人來說 是更加的容易的 直接放進去呢 它已經會轉了上去的了 那我想說呢 因為我剛才也說了 我是不會弄頭 平時我自己不會在家弄頭 所以我家是沒有什麼泥啊 都沒有 大概四年前給我的一個 類似gel的物體 那我已經用了兩天的了 好開心啊 終於會自己少少弄頭 其實我現在只用了12分鐘 然後我就會用一個梳 梳一梳 就是這樣 那我自己呢 就很想試這個complete set的 為什麼呢 因為complete set 它另外有一個梳 可以吹那些空氣流海的梳 就是有這樣的梳 還有呢 這個梳呢 我忘記說了 這個梳是比較硬頭髮的 另外一個梳 就是complete set 有另外一個頭 是類似這樣的 那個頭呢 就是用來梳一些軟一些 那因為我頭髮呢 染得多 漂得多的關係 其實應該軟一些 去對待它 所以我就其實想試那個頭的 但anyway 差不多的道理裡面呢 我都弄到差不多這樣的頭出來 大家明明這個道理呢 然後我就會再塗一些東西在手裡 一點點 這樣啦 就可以出街了 那我整天就出去拍攝了 比較自然的感覺 當然我相信很多 那我自己是一個超級新手啦 我對髮型是零研究啦 你問我呢 我覺得這個product 是非常之那麼好 我相信很多不懂得做頭髮的人呢 是會令到大家是會 愛上了 去跟自己的頭髮 相處多一些時間 你問我呢 我這個認真呢的系列 這個第一集的Dyson Air Wrap呢 我是 Give it a must的 Dyson呢 它繼續去 我覺得Dyson幫我們的世界 生活上省了很多時間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好 而且它的設計真的很漂亮 因為這個東西而加分啦 當然 沒錯啦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的一個感覺啦 那我不知道大家 用完之後有沒有什麼感想啦 我想說一件事啦 這支棍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你可以去白露會買啦 它一定要連set 買一個Foreo 就是洗臉機 我之前review過 一定要連Foreo一起買 它才讓你買 它不讓你單買這支機 連Foreo買是4900多元 我就騙了頭 我就問它 那不可以單買這支吧 那可能這個是Promotion 這一段時期 它們才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這個Promotion 會長了多久 我不知道啦 所以如果你們沒有Foreo 我之前有review過Foreo 是非常之好用的 那如果你們想試Foreo 你也可以去白露會試啦 那如果你們經常想試這支 那你們可以去Faces 或者不同地方的Dyson 專門店找它 就是這樣啦 那所以呢 那如果你們用過這支 或者對這支有任何感想的話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就是有什麼tricks 我自己都不知道 這條影片我已經說了 我對它認識的一些東西 還有我覺得可以有的技巧 我已經說完了 如果有什麼技巧 你知道我在這條影片沒有說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也可以研製一下 研究一下好不好 好啦 那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打開那個叮叮叮 關門 廖籃 okay 哦 I love my hair 小姐你取了點東西 好啦 掰掰 mm